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民眾搭乘電梯 就算看到了同事住戶 也不太敢有過多的肢體接觸 狹狹電梯如同逆事 南韓一名新冠肺炎確診案例 只是跟大樓確診住戶 待在電梯裡60秒 竟然就被傳染 電梯裡人與人 如果站成平行的位置 相隔距離大概是1公尺 如果說走到對角線 雙方近隔距離是1.5公尺 不過脫掉口罩說話 在BB空間裡面 就有可能造成飛沫傳染 電梯空間小窄 就算只有兩個人 彼此距離僅僅1到1.5公尺 但是飛沫傳染距離 可達到1到2公尺 最遠2.5公尺 電梯密室裡焦壇 恐怕迅速傳染新冠肺炎 咳嗽打噴嚏 那當然焦壇 也會產生一部分的飛沫 那確實如果有感染者 那我們跟他同處一個空間的話 等於是散播到 這個周遭的一個環境當中 這當然是有這樣的一個風險 電梯禮服手跟按鈕 擔心可能手沾染病毒 建議可以用替代品 民眾如果使用鑰匙按按鈕 記得小利點以免戳破 或是使用擦手指的按樓層 也可以 該座樓梯都能降低感染風險 醫師建議請洗手才是最重要 感染者將它的飛沫 確實噴濺到這些 環境物質的表面的話 確實有可能一段時間 病毒的活性還存在 民眾如果用手去碰觸到的話 確實有這個機會 把病毒帶到我們的手上 醫師也提醒防疫期間 洗手前可別碰觸眼睛鼻子嘴巴 病毒處於活躍期間 只要短時間 就能侵入人體感染新冠肺炎 記者蔡窗吉 王書宏 高雄寶